大家晚上好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一部谈判是什么 谈判人员在达成他们自己的目标时 使用了什么战略和技术 这是一部关于讨价还价的经典著作 尽管是一本很早的著作 但是其中的协商原则和战略 却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这本书由盖温·肯尼迪先生撰写 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谈判和训练 他为超过100个国家和区域的 一千多个企业提供了商业技巧方面的训练和辅导 本书对不同的协商情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对策 在每一章之前都会有一系列的问答练习 这些练习会为你的交涉做准备 并会给你一些问题 让你对你的谈判技巧有所了解 从而提高你的谈判意识 我们每天都要进行协商 比如上学的时候 学习成绩差 回去要如何跟父母交涉 工作之后 如何从上级那里拿到更多的工作 如何提高工资 如何与客户 竞争对手交流 乃至爱情等等 可以说 从我们周围的一些琐碎的事情 到国家间的沟通 都是一个很明显的协商 而协商已经是我们生命中 必不可少的一环 可是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谈判 他们也不会 大多数人都会根据自己的直觉 来进行交易 你要是碰到一个 不会讨价还价的人 那就全凭运气了 要是对方是一个善于交涉的人 你肯定会掉进对方的圈套 然后输掉这次的交易 这还怎么谈 在协商中有什么战略和技术 这篇 谈判是什么 将为您提供一个很好的答案 晚上好 各位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讲解本书的核心重点 首先在简要地了解了本书的背景及作者简介后 我将从三个角度向您阐述本书核心内容 首先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第二 在协商过程中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第三 要达成协商的目的 我们应该具备什么战略与技术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讨论的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讲的是怎样的协商 说到协商 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 这只是一种互相让步的过程 双方退让一点 就算达成协议 其实也不会那么容易 说到协商 协商包括协商和判决 只有通过相互的沟通 互相了解彼此的需要 然后再做出选择 这意味着 谈判是各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 进行协商 交流 寻找解决办法 取得一致的一个进程 有一则关于一名母亲 将一只橘子给两个邻舍的小孩的故事 两个小家伙商量着怎么把橘子吃掉 最后一个小朋友说 你要橘子干嘛 男孩说 我要将橘子皮碾成粉末 和面包混合在一起烘焙 这个问题的小孩说 好吧 我给你橘子 我要用压榨鸡榨果汁 要橘子的小孩听到这话 心到既然我也不稀罕 那就让开好了 最终 两个男孩同意了 一个拿了橘子 一个拿了水果 高兴地回到了家里 这两个小家伙瓜子的时候 就像是在讨价还价一样 从这件事情来看 两人谁也没有退让 就像你要三分之二 我要三分之一 我们要从两个人的角度来考虑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这样才能达到双赢的效果 无论什么交易 最终的目标都是达成共赢 换句话说 谈判的目标并不在于胜负 因此 在协商中兼顾各方的利益 这是协商的目标和最高层次 第二段 在确定了目标以后 在进行协商时 要注意不要在短期内犯一些小错 这些小错也许短期内对你有好处 但长期来看 却会给你带来更多的问题 这与我所讲的第二节有关 在协商中应该注意什么 在本书中 笔者指出 在进行协商时 必须注意三点 一 很容易的就同意了另一方的首次报价 二 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 改变自己的请求 三 有好的妥协 让我们从一开始的失误开始 接受另一方的首次投标 有个商人 他要出售一条大船 如果能赚到150万 他就会在报纸上登出150万的高价 一名买主闻讯前来 说愿意以160万的价格成交 商人一听说 价格高出了10万 立刻同意了 然而 交易完成之后 商人却有些懊恼 他认为自己的船可以再加价 毕竟对方一出手 就出了这么高的价格 说明这艘船 很有可能会超过他的价值 甚至还有更多的价值 而如今 商人正打算购买一条船 他就是一名买主 当他发现那条船的标价为150万时 他便向卖方表示 他对这条船志在必得 但最终他还是以140万的价钱买下了它 商人心中一动 他知道这笔生意一定有问题 否则 他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就同意了 这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甚至可以降价 可是 一直没有找到 越是琢磨 越是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感觉自己这次赚大了 绝对不会再去求这家伙了 总感觉他在忽悠人 话说到这个份上 所有人都知道 要是贸然答应别人的第一个报价 无论买方或卖方都会感到自己处于劣势 而买方则会认为自己可以多捞一笔 而卖方则会认为其中另有隐情 认为对方并非真心要与自己合作 那么很容易造成一桩交易 长期而言 并不妥当 谁都希望自己能坐收鱼翁之力 若是轻易答应别人的第一次报价 那无论买方或卖方都会感到很亏 不但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反而会赔钱 因此无论如何 都不要轻易地答应别人的首次报价 许多谈判人员之所以会犯这样的错误 是由于他们比较重视交易额 而忽略了真正的好处 而且谈判人员在达成协议之后 会感到一种解脱 一听别人报价 他们就会高兴地答应下来 而一个有经验的人 就会这样 你是一个卖方 你要是知道别人的报价高于你的报价 那你就别一口答应了 因为你可以告诉别人 有人出价更高 你就在想要不要把它卖出去 再跟他讲价 没准能多赚160万 你要是换成了买主 哪怕你花了140万 你也会认为自己很牛逼 可以省下10万块钱 而且就算传出了问题 你也会想办法让自己相信 这是小事 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 我会再联系他 或者是介绍其他的客户 从长期来看 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我们已经提到了 在进行磋商时容易出现的一个失误 很容易的就同意了另一个人的首次报价 下面是我们会出现的另一个错误 在没有得到别人的答复前 就改变自己的请求 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雇员 你和公司没有签订任何的劳动协议 公司也没有给你任何的保障 你因为工作和家人的关系 不得不努力地维持自己的工作 你觉得自己工作很辛苦 却被开除了 你觉得公司这么做是不对的 所以你要找公司要补偿 不但要违约金 还要保险 你用传真将索赔详情通知公司的人事部门 很奇妙 他们既没有提出异议 也没有表示赞同 一连几日过去 都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你现在能做什么 你可以说 把他起诉到法庭上 不过想要打官司就必须要付一大笔钱 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个过程中就会牵扯到律师费 原本赔偿的数额并不高 七除八扣除之后就没剩下多少了 这还是因为他们能打胜仗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不划算 而且时间长 因此对于这种事情 这些人通常都会选择一种折中的办法 减少赔款 尽快解决问题 但如此一来 敌人就会认为 你是一只没有主心骨的无头苍蝇 只会让你固步自封 让你发狂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别人向法庭提交自己的意见 让他们尽早地处理纠纷 你觉得诉讼很浪费时间 公司也会觉得诉讼很浪费时间 甚至会损害公司的名誉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 公司接到你的律师信 你就会知道诉讼的好处 很有可能会在法庭之外解决你 而你就不会处于劣势了 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 改变自己的需求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一直在担心别人会怎么做 但实际上 这只是你的意想 没有证据 在没有摸透对手的意图之前 贸然更改自己的条件 不但会让你落入对方的圈套 还会让你进退两难 最终不得不同意 因为他们认为你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 他们会不断地强迫你做出妥协 直到他们满足 我们刚才说过 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的情况下 先同意别人的报价 这两种情况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最常见的 但对于大多数的商界人士来说 这种友好的妥协是非常常见的 在协商期间 许多谈判员都会这样认为 如果我在某些琐碎的事情上做出一点妥协 也许会被别人看出我的真诚 从而促成这笔生意的顺利进行 然而 这位作家说 一厢情愿的妥协 非但无法缓和彼此的态度 反而会使两国的关系变得更加强 例如 一个承包人向供货商提出一个报价单 而该供货商根据价募单提出了一个报价 而承包人则不同意 并坚持要给该价格折扣 我不能再便宜了 供货商说 我不能再便宜了 而且打折扣之后也不会再有任何盈利了 干嘛要让我降价呢 供货商说 这是我们的初次合作 所以我决定下次再来 电话那边说 好 下次我们还有交易 你先给我们一个折扣 所以 当你在协商的时候 你的友好的退让 往往会让另一个人感觉到你的脆弱 从而逼着你做出进一步的让步 第三段 这要如何妥协 怎么跟他谈条件 这就是我们今日要讲的第三点 要想使这次的会谈取得胜利 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战略和技术 本书列举了大量的具体实力和方法 我们将着重向您推荐四种重要的技术 第一要有胆量 其次要有更大的权力 三要绝不妥协 除非交易 四要注意彼此的兴趣 不要在乎彼此的态度 首先 我们要讲的是一项小窍门 大胆地提出更高的价格 假如你是一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设计师 有一个朋友要你为他设计一幅画 并询问他要花多少钱 你觉得自己也是刚刚从学校出来的 再加上大家都是同学 所以就问了200块钱 200块钱已经是你能承受的底线了 可是那个时候 那个人说 咱俩这么熟悉 能便宜一点吗 再说了 我也没多大的需求 只要能用就好 你很不情愿地同意 为他提供160美元的设计 这样的话 如果一个人想要一个新的产品 可以直接联系他 但是你说了 160块钱 你以后还能不能再加价了 而且160块钱一件 你越想越难受 对这个项目也没有太大的兴趣 所以就草率地写完了 本来以为160块钱就能完成 但我的好朋友看到这篇文章 觉得你的技术一般 以后你再加价 他会同意吗 因此 一上来 他必须要学会抬高价格 这样才能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顾客在买东西的过程中会考虑到 第一 我不要 第二 我要 第三 要考虑这个东西的价值 一旦前面两条都符合了 那么当对方发现自己的报价太高的时候 对方肯定会跟你讨价还价 而不是被你的天价给吓坏了 而且 如果你一上来就喊出这么高的价格 那么在谈判的时候 顾客肯定会认为自己占了便宜 例如 你为一项产品开价为三万 顾客在与你的砍价中减少了五千元 顾客就会感到自己挣了五千块钱 那么 你也许会说 假如你遇见了一个朋友 就像在个案中一样 这样的话 你要是碰到了 就可以这样说 每一幅广告的稿筹都是八百块钱 既然大家都是熟人 那就八成吧 这个时候 这个价钱正好满足了你的心理需求 避免了和你讨价还价的机会 有一种心理上的毛作用 就是当人们对某个事物做出决定时 往往会被最初的想法和最初的讯息所左右 你一开口就是一个很高的价钱 就算对方在讨价还价 通常也会按照你给出的价钱来讨价还价 比如说你要十万 对方可以把价格降到九千 你要九千 对方就会把价格降到八千 既然你给了他一个价钱 他就觉得他的东西应该是值得的 例如 一个员工写了一封关于提高薪水的信 一星期之后 公司邀请他来商讨一份新的工作合约 出乎他意料的是 这家公司一开始就把公司的销售额和费用都告诉了他 而这位经理则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明年的财政状况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他有些措手不及 他一边想着办法 一边从桌子上捡起一叠资料 这才注意到 自己把12%的提薪降到了21% 怪不得公司会这么大惊小怪 他现在已经知道了 本来他的目标是 7% 所以他一声不吭地等待着 果然 公司提议提高12%的薪水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他同意提高15%的薪水 这个数字已经超出了他原先的预期 不过 你要小心 不要漫天要价 一定要在一个合适的价位上 要不然 你就会觉得自己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 没有任何的诚意 也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说到了要大胆地提出价格的战略 我们再看看下一条战略 编造一个更大的权利 哪怕没有 也要编造一个 这意味着啥 比方说 您要给公司预定一个会议室 希望在三点左右就能开始准备 而宾馆那边却说 由于要做生意 最快也要五点钟 不管你说什么 他们都不肯让步 您不能耽误了这么好的地方 可是您却不能同意五点钟入场 你现在做什么 在这种时候 你可以拨打一个手机 把这个问题告诉更高权威 或许你仅仅是在告诉你的朋友 然后你又再重述一个更有权势的命令 我的上司说 他不能在五点之前进入市场 最多不超过四个小时 我能给你的就是 我尽量替你说好话 你要是不能在四点钟入场 我就得换一件 反之 假如你是旅馆的管理者 那么你就能用更高的权力去处理别人 当另一位客户结束通话之后 您可以说 那么 我同意您在四点入场 但是 这件事 还需要跟上面商量 然后再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 然后 你又给自己打电话 然后你就垂头丧气地说 刚才被老板训斥了一顿 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 最快也是4点30分 要是现在就这么算了 这次的交易 肯定是两败俱伤 毕竟客人没有预定到房间 而饭店又没有成交 这并非是协商要达成的目标 于是 双方可以利用更高级的手段 商量了一下 最后决定 16点15分入场 大家都满意 这正是高层权力的作用 确保你在协商过程中 总是会有一定的空间 你也许会问 那么公司的高层 为什么不用最大的权力 事实上 每个人都有更高的权力 即使是美国的主席 他也会说 我要去咨询一下 我的顾问 在这里 不管是高高在上 神秘莫测的顾问团队 或是公正的辩护人 都能为他解决一些 他不想面对的问题 因此 你要是公司的负责人 可以说要等我们公司的 董事会议之后 再告诉你答案 我们说过 要抬高价格 捏造更多的权力 这些方法在一次谈判中 会更加的有用 但如果我们的会谈 陷入了僵局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许要用到第三兆 除了交易 绝不退缩 我们之前说过 不可以做任何的友好的妥协 可是在协商的时候 不做点什么 就会把事情弄成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可是 如何妥协 如何达成共赢 你也许会说 那很简单 我们两人都可以妥协 是的 妥协是最常见的一种策略 但如果双方都妥协了 那就麻烦了 比如说 你非要六十万 人家说五十万 然后人家就说 不如我们双方都让步五十五万 怎么样 现在不少人都同意了 反正都是一口价 我就少了五万 你就多了五万 不过 如果是专业的 他会觉得 你可以答应五十五万 你可以这样说 你的采购量增加一倍 我可以考虑 你的五十五万 或说 只要你肯付运输费用 我就能卖五十五万 在协商的时候 一定要在你的提议和妥协之前 先加一个 如果 如果是你的要价 后面的一段则是他可以获得的报酬 这是两个人之间的交易 再 如果后面加入一个前提 然后再谈退让的可能性 就会给人一种你 不仅是在妥协 这就是一种互惠互利的交易 不会给人一种你很懦弱的感觉 在谈判的时候 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易 例如 提供打包 协商付款方式 交货方式 承担运费 仓储费用 售后服务 购买是否有折扣 是否有专款的折扣等 不论采用何种交易形式 在协商中最大的禁忌 就是任意地做出不适当的妥协 有过谈判的老手 往往会用一些不太要紧的东西 来换取别人认为不算什么 但对于自己来说 这是非常关键的 这种协商是一种互利共赢的方式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了 在协商中 不能随便妥协 要有交易 但是这种交易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利益的交易之上 因此 我们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 而非双方的立场 这是本文中最重要的一点 有这样的一个传说 两个男人在图书馆里争吵 一个想要开一扇窗 一个想要关一扇窗 他们两个在开窗子的时候吵得不可开胶 开半条缝还是开四分之三 两个人都不会满足 当看守的人进门的时候 他就向他询问他为什么要把窗子打开 他说 我想透透气 他接着问另外一个人 他说 我想透透气 看门人考虑了一会儿 打开了旁边一间屋子的一道窗子 让外面的空气流通起来 同时也防止了过道的寒气 在协商过程中 该事件非常典型 从外表上来看 两人的问题是 他们的位置有矛盾 要是看守人 只是关心他们两人的态度 一个想打开窗户 一个想要关上窗户 那他就没有任何办法了 不过 他认为 两个人都有共同的兴趣 那就是 既要透出新鲜的空气 又要避开过街老鼠 利益能推动人们的行动 是在不同的观点的冲突中 地位是已经做出的决策 而兴趣则是造成这种决策的根源 因此 最重要的就是利益 在这个时候 如果两个人都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的位置上 那么很可能会让自己的谈判 变得僵持不下 不过 平衡两方面的好处 并不在于态度 而是在于两个条件 第一 每个人的兴趣都可以被用来达成 但每个人的立场都会产生矛盾 就拿前侧的开窗来说 看门人就是为了两边都能得到好处 并不需要从这个房间里的窗子里去 其次 不同的观点后面不仅存在着矛盾 而且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比如租房 租户的态度和租户的态度是相反的 一方要降低房租 一方要提高房租 但是如果你认真去考虑的话 就会明白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共通之处 业主们要有固定的租户 而租户要有固定地址 这样才有机会达成协商的终极目标 因此 与其在地位上做出让步 不如将双方的利益调和起来 将会很好地解决谈判的僵局 你也许会说 当我们在协商时 我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 那么怎样去理解彼此的兴趣 这就需要你和他们进行沟通 询问他们的问题 比如你为何如此在乎价钱 你为何不能同意货物到达和支付这样的问题 并且要主动地说明你的兴趣 以便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让他们满意 例如 从1967开始 埃及西奈地区就被以色列占据了 埃已于1978年就做谈判 当时两国的地位都不能调和 以色列坚决主张占领西奈领土 而埃及也极力主张以色列将西奈领土全部收回 两国谁也不愿意让步 经过几番沟通 两国终于明白 以色列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而不是把埃及的坦克派到边界 让他们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埃及的兴趣是埃及的主权 从法老时期开始 西奈就是它的地盘 埃及在希腊人 罗马人 土耳其人 法国人 英国人的领导下 几百年的时间里 他们是绝对不会把自己的土地拱手相让的 最终 在顾及各方的共同利益的情况下 埃及在西奈地区享有完全的领土 并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该协定将西奈半岛大部分地区作为非军事区 西奈可以到处悬挂埃及旗帜 但是埃及的坦克却不能接近以色列 于是 这次的会谈取得了圆满的结果 最后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讲的所有内容 首先 我们说 协商是各方就各自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协商 交流观点 寻找方法 并达成一致 从而达到双赢 其次 我们指出 在进行磋商时 要尽量避开三个最根本的失误 一是容易地答应对手的首次报价 要是这么容易就答应别人的首次报价 无论买方或卖方都会感到很吃亏 二是在没有得到答复的情况下 做出改变 在没有摸透对手的意图之前 贸然做出任何的调整 不但会让你落入对方的圈套 还会让你进退两难 最终不得不同意 三是出于好心做出的妥协 一次友好的退让 反而会给人一种你很脆弱的感觉 反而会逼着你做出妥协 在文章的结尾 我们提出了一些提高自己的谈判技能和策略 一要勇于开口 二捏造更大的权力 拥有更高权力的权力 这能确保你在协商过程中 总是有一定的空间 三绝不妥协 只有在交易时才会做出错误的妥协 这是在协商中最大的禁忌 有过谈判的老手 会拿出不相干的东西 来换取别人认为不算什么 但对自己来说 很有价值的东西 四注意彼此的兴趣 而非彼此的位置 态度不过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利益 却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 而非彼此的为了 我们在逐纪中